这是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头盔瞄准系统 它能跟随飞行员的视线来精准锁定目标 这种系统刚研发出来就装备在这架超级武装直升机上 而这架直升机整个机身是由坦克装甲包围 机头还搭在一门六管加特林 每分钟可以发射4000发子弹 通过头盔瞄准系统能精准击杀敌人 这次是它的第一次亮相 为了展示它优越的性格 它这次要击中场上代表恐怖分子的红色指人 而离红色指人不远的地方 就有大量代表平民的白色指人 身为FBI中的王牌飞行员马克 显然看上去有些不相信直升机的实力 但没想到直升机一进场就开始火力输出 而且还都是击中了红色指人 这场面属实让马克大吃一惊 直升机优越的表现 很快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表示他们会让这架直升机留下来试用一段时间 而且还要让马克当试飞员 可让马克没想到的是 这将是他噩梦的开始 在工程师的介绍下 他很快了解了飞机的各项性能 其中一项秘密功能竟能在百米开外 通过热诚向窃听到目标对象的对方 并且录制下来 没多久马克就迎来了第一次训练飞行 他与同伴准备好一切后 在塔台的通知下 他们很快就起飞了 这次主要是训练飞行员员 在夜间操作飞机的机动能力 到达预定高度后 立刻开启了涡轮增压 飞机瞬间开始超机动 这种机动性是马克他们在普通直升机上 从未体验到的感觉 在他们完成训练飞行任务后 正要返回时 红是突然发现研发这架飞机的工作人员 驾驶着汽车在路上急速行驶 有着多年FDI经验的马克 很快感觉情况不对 为了一探究竟 他将马上就要降落的飞机再次飞了出去 这把塔台人员整理一脸蒙 经过半小时的跟踪 他们竟来到了联邦大网 此时马克越发感觉情况不对 于是让同伴打开红外探测器追踪一下 很快就锁定到了他们的房间 然后打开远程窃听设备 没想到这些人竟然都是一些上层人物 而且还是之前一场暴动的始作严者 这次他们打算利用这架先进的直升机 再次实施恐怖袭击 其中还提到要解决是非人员马克 好在同伴将他们所有对话都落下 正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结果刚好被里面的人发现 这下把他们吓得不轻 马克见状立刻调转方向紧急撤离 可现在已经被他们发现 就算及时离开 也逃脱不了被他们追击的命运 在他们返回到基地后 马克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自己的上司 准备将刚刚的事上报上去 这时上司正在接一通神秘的电话 等上司挂掉电话后 正当马克准备开口时 直接被上司制止住了 同时让马克和同伴退出飞行计划 就在马克准备与上司争论时 刚好看到监控画面中 同伴拿着东西从直升机走出来 他立马跑了出去 同时另一名研发人员 正准备去拿出飞机上的录像带时 结果发现录像带早已被人拿出 通过与维修人员了解 发现是马克的同伴拿走的录像带 没想到当天夜里 同伴就被人送去了西北 马克赶到后看到同伴已经离开 他悲痛至极 知道这是录像带引来的杀身之火 就在这世广播里传来同伴的词与马克有关 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被人陷害 于是第二天他再次偷摸地溜进了直升机内 然后打开录音机 听到了同伴之前留下的录音 大概意思是 同伴已经知道他们内部出现了 为了防止自己发生意外 所以没有将袋子带回家 而是藏在一处汽车影院内的垃圾桶中 听到这些后 马克立刻戴上头盔 然后快速启动直升机 等到相关人员登上塔台 才知道直升机已经被马克偷走 虽然这时有人跑出来制止 但还是为时已晚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架先进的直升机被偷走 随后马克拨通了前妻的电话 让他去往汽车影院内将垃圾桶中的袋子打出来 然后交给电视台 这样不仅可以将他们内部的问题公知于准 也能帮他洗清嫌疑 不过他们的对话内容很快就被打来监听稿 并且他们立刻派出了内部人员去汽车影院抢回袋子 马克这边护送前妻来到了汽车影院内 而且已经开始在垃圾桶中寻找袋子 前妻在垃圾桶中寻找没多久 FBI的人员也快赶到汽车影院 好在他们及时找到了袋子 随后在马克的掩护下 前妻顺利离开了汽车影院 不过就在马克护送前妻去往电视台的途中 总部派出的两架直升机也找到了马克 在劝说马克无果后 他们直接开始对马克放射 马克也是二话不说快速落下影镜 对着旁边直升机就开始火力输出 瞬间就把这架直升机吓飞 而另一架直升机仍在继续射击 马克这次不打算火力反击 直接将飞机开到了一处河道中 虽然身后直升机不断射击 但马克丝毫不慌 凭借自身直升机优越的性能 没过多久后面直升机就撞上角度 总部得知后 很快就找了空军上校 决定出动两架F-16在空中直接解决马克